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大家好,又到容易煮时间了 今集分享什么好呢 之前学通咖啡做日本餐 有很多鰻鱼 而且不知吃什么好 我就发明了自己的鰻鱼炒饭 首先有什么材料 很简单 你们自然去日本店会不会买鰻鱼 就可以了 接着准备洋葱 粥米 葱 当然要冷饭加夜饭 今次我们这里是四个人的份量 大约三碗饭 还有要准备一些鰻鱼汁 就是这么多 这样就搞定 首先处理鰻鱼 今次导演买了鰻鱼仔 继续鱼 40元 都可以的 可以四个人吃一碗饭 首先我们将鰻鱼切粒粒 除了大家喜欢 通常我会比较切小粒 开始 准备好鰻鱼 然后炒饭 开始 开始 开锅 menu 点ق少许 然后也已经炒烤种羊葱 吗 炒烤some 凉葱之后再倒入饭 然后开始炒饭 其实家里炒饭可以用什么米也可以 无所谓 如果用珍珠米也可以 用日本米炒也可以 每人家家户户都用不同的米 大家可以看看米的硬度 不要太难 所以用隔夜饭用炒饭是最好 因为比较干身 其实炒饭很简单 大家把米压开 因为隔夜饭 粘在一块 炒到一粒粒 花点时间 把米压开 或者这样压开 也可以 好 接下来 加入粥米粒 炒均匀 然后 葱花 Finance 鱼 最好 通常我喜欢吃葱 所以我会切大粒一点 用葱白的部分 用炒 炒 最后加鸡鱼 炒热鸡鱼后加鸡鱼汁 可以慢慢收小火 加加鸡鱼鱼和火会有不同 要慢慢控制火候 炒到饭才会一粒粒够香 炒箱很漂亮 这是我平时丰富的午餐 上班做日本菜时的丰富午餐 大家看看我在家也很轻易做到 把它拌均匀 充满了 因为每一种牌子的鲜鱼汁都会有不同 有些比较咸,有些比较甜 所以大家炒到这样压力就试一下 那之中的味道只差点 我们放点盐 调味 通常少少就可以了 完成,拌均匀后上碟 烤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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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简单很容易 大家记得试一下做 分享给朋友和赞订阅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